年喜攻略这部戏可以说是一直热度不解,这部戏成功的带红了戏里的所有演员,近来便是其中的一位。 对她的印象还停留在环珠的时候,那时候笛之话不知,被人骂了多长时间,大家对小燕子有多喜欢,对她就有多厌恶。 不过即便是如此,大家还是记住了她,后来的她与黄小明相爱了,并在一起生活了,时间不长,黄小明拍戏时出现了意外,她知道以后快速的跟剧组请假去照顾她,因为当时那部戏她是主角,剧组一直在催她回去,她只好选择了回去拍戏,而这个决定让黄小明感觉自己在她心中没有拍戏重要。 后来两人就结束了这段感情,分手后,她遇到了陆川,两人在一起过得很幸福,不过最终两人还是分手了,因为她对视野的看重,年仅此时的陆川接受不了她不结婚的打算,两段感情都是一失败到中,她也没有再谈过恋爱。 在一次的采访中,她说自己这几年都是罚醒自己,毕竟感情都失败,自己有很大的关系,感情都是很难说的明白,还是希望秦兰可以早日成家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